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 恨恶责备的必至死亡 我们的外表或个性可能会跟父母很像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 同样的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要有跟神一样的性情 神的其中一样性情是正直 正直就是不说谎话 不耍小聪明 守规矩并且喜爱真理 因此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正直 大部分的人都喜爱听动听夸奖的话 神虽然喜欢我们向他赞美 但他更看重我们是不是正直 不虚假的人 否则如果只是在祷告中大声的赞美神 却不按着他的教导与人相处 敬拜神 他也是不会垂听祷告的 唯有我们真心的爱他 听他的教导并实际去做 我们的祷告才能得到垂听 生命才能与他越来越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正直的人是你所喜爱的 正直人的祷告 你必垂听 求你使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你 拥有你所喜爱的正直品格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